作词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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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多看点 这画中一日人间也就一天 你们看到的都是精华 能不能让淳风大师做个法 看看滚雪梨到底死了没 呸 你 你小子算什么东西 值得我师哥做法 赵大师 你要是饿极了 敢不敢吃人肉啊 吃人肉算什么 老子当初在冰天雪地的时候 那饿的 整个村的人都被我吃了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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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 我好饿 胡萱萱呢 怎么也没看见他呀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关心他呀 这不是一起来的吗 别出什么意外 昨天见他 那时候他还挺好的 你去看他了 昨天偶然见碰到他 这种时候要是给我个鸡腿 那我干什么都可以 这样吧 我出去找找 看看有什么吃的 老鼠 虫子之类的也好 那我跟你一块儿去 是吧 睡觉起来就有吃的了 来 怎么了 别说他们了 我也浑身难受 没想到挨饿那么难过 快起来 房间里的女人就靠我们了 怎么能在这儿倒下呢 萱萱自己一个人在房间里 会不会有危险 你进去看看就知道了 他就一个人 很容易成为别人的目标 出去找找 出去找找 分 分 分头找 我去那边 妹妹 我们在天上设下了一只大鹅 烤来吃了 我们没有吃完 专门来叫你 真的 嗯 那我叫小林到一起 放心吧 给他留着呢 一会儿呢 给他带点回来 先让他再睡一会儿吧 好 走吧 来 蓝姐姐 等等我 妹妹妹一定饿坏了吧 炖大鹅炖九点才好吃 小心台阶啊 好 你看 他是前朝的一个大臣 和一个叫李明昌的 一块儿反对紫围星 后来啊 李明昌被杀了 他呢被袁春风捉了 就给扔到这儿来了 你听清楚了 叫李明昌 对啊 李明昌 没错啊 还说什么了 哎呀 也就那么一提 这老先生啊 好像不太愿意提起往事 应该是挺后悔 年轻时太冲动 我找林昌公聊聊 来 雪莉 来 林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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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雪弟 林海平跟小林昌不见了 林昌和郭晨忠也不见了 坏了 出事 海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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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来 来 你是女儿陷阱 死人 我都得死啊 敢动我女人 我弄死你 我要弄死你 一衰 救命 救我 救命 快救我 小铃铛啊 在 在 里面 放动 快去 海平 你也去 起来 哥 快去救连姐姐 他被郭城中抓走了 我已经被救出来了 姐姐 他为什么要抓你 你有没有事啊 没事 他们要把我当鸡瓶杀了 小铃铛没事吧 走 去正堂 问问他们到底怎么回事 走 走 走 为什么要害人 不杀掉就得死 我不只想杀他 我 还想杀你 我就不给你这个机会了 你动我的女人 你必须死 海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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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海平这一次是再劫难逃了 那是白刀子进红刀子出啊 一个字 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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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驴子 你又再散布谣言 那老板娘怎么可能会死呢 头儿一定会把她救出来的 你们头儿自个儿都快不行了 我告诉你 这一次 全得死在话里 胡说八道 不许多 大家都别听她的 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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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你看完了 我看 你看你看 跟我进去 白平他们 哥儿几个都在呢 他们是谁啊 忘了跟你说了 这是我新招的警察 你新招的警察 你新招的警察 童儿也不在 你私子招人 想造反哪 小强 什么意思啊 别去 把架放下 放下 放下 干吗呀 造反 倒不至于 顶多 把你们给拿下 小强快跑 小强快跑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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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了 急火攻心 脉象紊乱 气血两絮 风寒饭氄 哥你咽尸呢 能不能说点人话 简单来说中毒了 有生命危险 乖乖 这里没解药 先给她降温吧 我去打水 你在这儿照看一下 我接着审顾山中 特殊时刻不能送请 特殊时刻不能送请 看见过山中了吗 没看见 不是在房间里吗 不在啊 找遍了也没有 来 你认识李明昌 是什么 他是我父亲 真的 我父亲曾经是刑部尚书 我是他刘洋在外的小儿子 李东露 这么说来 你是李家的小少爷 你是什么时候回来的 当年我全家被杀 我从海外回来 刚好避过了这一劫 你跟我说说啊 我家里的事 到底是怎么一个经过 此事啊 与袁春风有关系 当时袁春风在京城 兴风作浪 我和你父亲都看不过去 我们就一起上书举报 子为兴 可是 没想到 袁春风他竟然 反咬一口 诬陷我们有谋反之心 你父亲 欲看要出事 他叫我逃到日本 在逃亡的路上 我又被袁春风劫住了 后来 就把我扔到这里了 为什么我小时候 没见过你 这是有缘故的 你父亲 大公无私 在公务之外 不愿意结交太多的私情 怕人家议论 所以啊 我们两家是很少来往的 袁春风怎么诬陷我父亲的 他找到了一封 你父亲与革命党的书信 信上说 要联手搞革命 我父亲从来不赞成革命 他是怎么被诬陷的 既然是诬陷的 这些证据肯定不足为信 怪就怪在 这信上面的字 的确是你父亲的笔迹啊 不管怎么说吧 我就奉劝你一句 你呀 是李家的毒苗 不能绝了李家的香火呀 这人哪 有时候滴滴头 什么事情也就过去了 我不管袁春风多骄傲 多难对付 我是绝对不会怕他的手段和诡计的 现在我和袁春风又多了一层杀父之仇 打败他并不难 我不会退缩的 从今天开始到我死 我都要挺直了腰杆做人 我要让袁春风明白 我的字典里没有求饶这两个字 这儿之前有人中过毒吗 不知道 谁中毒了 我看你现在这不是好好的吗 中毒了怎么办 没有办法 听天由命 命长的 祖上姬府 命短的 活该倒霉 打开这山门 扔出去 就此结束啊 就没有别的办法 不然你能有什么办法 在这光秃秃的山顶上 又是在这画里面 你说还能出去找解药 哥 你在干吗 我在测量这里的结构 有点不合规律 哪里奇怪了 说了你也不懂 我哥不会傻了吧 师哥 都准备好了 各个地方都通知好了 通知好了 十天之后 我们一起发功 由大都督的人负责护卫 确保万无一失 咱们的条件呢 也谈好了 法师完成 第二天 就发文册封你为护国大法师 统领天下教门 他们还找我 要了你的衣服尺寸 给你做了套法衣 说是让你风光灯台亮相 我给你看看 这是帽子 还有这个金冠 还有这衣服 这次大都督是给足了面子 这是用金线做的 光金子就用了八斤朵 我给你撇下 我美吗 太美了 简直神仙下凡啊 这是我最新研发的装备 我在法坛四周 设置了四根柱子 到时候上下左右随意翻飞 是 我在半空中施展法术的时候 你猜他们信服不信服 服啊 这神仙下凡 谁能不服啊 我来吧 有什么办法没有 只能硬扛了 空旋律 出来 没空 你要是还想救连海平 就过来吧 萱萱啊 萱萱 你是不是真能救她 你想救她吗 想 娶我 娶了我 就告诉你怎么救她 能不能别聊这个话题了 人命关天的时候 越是这个时候 我就越是要聊 我告诉你 我就算是死 都要死在你家祖坟里 你这不趁人之危吗 你知道我心里只喜欢连海平 你别再跟我提她 你有事我拼了命都会救你 只要被你真正爱过 我胡萱萱会死而无汗的 但是空雪令你扪心自问一下 自从来了这山庄 你们谁管过我 谁关心过我 你们抱团 我一个人自生自灭 我爱你 只要有你就够了 至于其他人 我根本就不在乎 来来来 喝点水 喝点水好得快 喝水喽 太棒了 真乖啊 感觉怎么样 冷 冷啊 那就过年事点 好了 好些了没有 镜子 镜子 不用找了 和平时一样好看 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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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看吗 能好吗 能 怎么会不能好呢 很快就好了 来 不着了 会好的 来 好好好 小林道 小林道 怎么回事 你 他也中毒了 跟我回去休息 走 走 去看看小林道吧 看看他怎么样了 好 那你自己待会儿 我一会儿就回来了 来 哥 不要离开我 我就在这儿 哪儿都不去 方诺 方诺 我问你个问题 你说你去照镜子 看到镜子里面有个你 那是先有的你 还是先有镜子里面的你 这什么问题啊 这个问题很重要 回答我 先有我 镜子里面本来空无一物 没有我 里面就不会有东西 那是先有景 还是先有画的吗 正常来说是先有景 你是说袁春风那幅画 对 这其实就是一个认知先后的问题 那里有一块石头 我们没有看到他 但是他依然存在 然后有人过来跟我说 那里有一块石头 我们回去看 那里真的有一块石头 但他本来就在那里啊 镜子里的我和我同时存在 如果一定要讲先后的话 那一定是先有我后有 镜子里面的我 孔大哥 求求你说句人话吧 我脑袋疼 他的意思是说 我们都被骗了 应该是先有这个山庄 再有那幅画 袁春风不过是利用了我们 知识的一个盲点 先让我们看到一幅画 然后再把我们 关到了一个园子里 袁春风竟然如此东西人性 我得个怪怪 我也是一时没想明白 不过现在好了呀 我们知道我们不在画里了 所以他能把我们抓进来 我们就一定有路可以逃出去 小铃铛 小铃铛 饿了 饿了 没事 不是 中毒了 先出去找药 来 都来了啊 这个庄园建在四面 都是悬崖的山顶 看似和外界断绝了联系 但是每天的饮食 又是从哪里来的呢 很简单 在这个庄园里 至少藏有密道一条 只要找到它 我们就能逃出去 你是不是恶迷糊了 这个园子如此精巧 怎么可能是人造的 我们怎么可能进画里呢 肯定是被人骗了 可是这 这不合理呀 我现在不是要跟你说 这个合不合理 动动脑子不难 真相就是这样 我们一定要齐心协力 找到离开这里的路 我已经有两个人中毒了 等不了了 你别自以为是啊 除非你带我们离开这里 否则我们没有人会相信你 不信我是吧 对 一会儿后院即合 你都准备好了吗 这片沙子太古怪了 我一定要弄清楚 生死在我眼中 根本就不是什么难事 经历绝望 才有希望 袁春风以为弄个宅子 就能困住我 门都没有 许丽 不用劝 我已经下定决心了 你不用这么看着我 看破生死是看破生死 傻是傻 这是两码事 怎么回事啊 放手 放什么手 快 这 这 看到了吧 看到了吧 都是人骗人的把戏 这个啊 这个就是个机关 什么东西放到这里 都会被吸进去 还陷技呢 你陷技要木棍啊 火焰也是假的 根本烧不死人 本来还想利用这个沙坑 逃出去呢 看来是没希望了 为什么 你没看到木棍啊 前面有锯齿 萱萱 表哥本来预计要十天 你才能发现的 没想到只用了七天 可以啊 不愧是我聪明的立刻 解谜不难 只要打破自己的思维定势 把戏说明白了很简单 拆穿起来却很难 那你现在既然弄清楚了 你就从这里出去啊 我出不去啊 所以我要问你啊 那我还是那句话 娶我 娶了我 就能救连海平 还能带你出去 出去之后 跟我表哥做事 大家和平共处 你之前可没说过这个条件啊 那这样吧 你不愿意跟我表哥也行 我们私奔 远走高飞 去哪儿啊 随便啊 你想去哪儿去哪儿 想怎么玩怎么玩 我都听你的 那我要出去 你 听不听话 你现在还不是我男人 我不能听你的 这里的把戏 已经被我拆穿了 你真当我出不去吗 那你就出去啊 我就是提醒你 连海平已经中毒两天了 现在小铃铛也中毒了 还有十天 大都督的法事也要开始了 你看着办 连海平也就算了 小铃铛一直是你最好的姐妹 你忍心害她呀 如果你不娶我 那小铃铛就是被你害死的 不是吗 送你回 好 怎么样 海平中的毒现在越来越严重了 身上也越来越疼 我怕她坚持不住 有什么办法吗 把她外衣脱了 用热毛巾给她擦一下 先降降温 小铃铛呢 也是一样 对了 你还记不记得我给你看过 那个山庄的结构图 我觉得郭城中的房子 有点古怪 我在屋顶上仔细看过了 整个山庄 以中轴线为主 左右两边对称 但唯独是郭城中的房间 东边比西边 足足长了三尺 虽然不知道为什么 但总觉得有古怪 我一会儿去看看 我先走了 好 来 等你渡过这次难关 咱们也该修成正果 结为夫妻了 婚礼你喜欢中世的 还是西世的 我都听你的 都什么时候啊 还胡说八道 小铃铛也中毒了 她怎么样了 和你一样 这样擦着感觉好些了吗 好多了 放心吧 一会儿啊 你先歇着 我出去一趟 既然已经弄清楚了 袁春风的把戏 咱们一定能出去的 去吧 行 你再睡会儿 走啦 走了 有心发现啊 我想 我找到出口了 真的啊 我就知道你行 你特聪明 看见了吗 你先进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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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面怎么了 没事 打雷呢 哥 要是你可以一直这样抱着我 我宁可天天中毒 孔玄丽啊 你心也太黑了 你知道前面有炸药 你还让我过去看 亏得我跑得快 我就是验证一下你的逃生能力了 怪不得你能在元春风的手底下活那么久 拼 我算是看明白了 你就是老天爷派来对付元春风的 我要是得罪了你啊 我以后就没得救了 孔玄丽说得对了 这不是在画中 这屋子里有出去的密道 这 真能出去 是在出不知了 这 你们现在还觉得这是在画里吗 一开始我看到这个园子呀 再听到郭晨忠的言语 我就全心了 我这辈子不知道听过多少这样的故事啊 那你们呢 我们三年前一起被送了进来 那时候只有郭晨忠在 他说他已经在这里待了十年了 我根本就出不去 我听说 非洲有一种野牛会定时迁徙 由头牛带领 头牛不慎跌入悬崖后 后面的牛也会毫不犹豫地跟着 郭晨忠是头牛 而你们就是蠢猪 这 这 这 郭晨忠的房间底下有密室 里面有白鳞 煤坊果然是他杀的 所以弟弟的密道果然有出口 他应该也是从那里逃跑的 可惜我刚一过去 出口就炸了 炸了 小铃铛感觉怎么样了 很难受 放心 孔大哥一定会想办法就你出去 你手上那是什么 好 这个是皮控伸缩相机 郭晨忠的房间里发现的 这个呀 叫散叶胶片 它是能拍下我们平时生活的东西 都是在郭晨忠的房间和密道发现的 但是我去的时候呢 发现那里有一些没有曝光的胶片 还有一些洗出来的照片 走的时候太匆忙了就拿了这一个 我只是搞不明白 他为什么要拍这些东西啊 这些都是我们山庄里平时生活的画面 看点什么了 差不多得了啊 怎么回事 都三天没看了醒的了 是不是他们跑了 这样能跑得出来啊 他们是死了 人死了当然没得看了 我不信 你爱信也不信 反正差不多就这样了 散了吧 走了走了 这就没了 走了走了 太扫心了 真扫心了 真扫心了 哪有这样死了 我走 你醒着吗 你啊 小铃铛也越来越严重了 别有一口 太扫心了 过程中的房间 里面的出口刚被发现 就被炸掉了 我不知道你还能撑多久 我以前胆子大 是因为我对所有的事情都有把握 我一个人 也没有什么牵挂 我就想着和你美美地过上小日子 从第一次见到你 我就幻想着 以后能带着我们的小宝宝 去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 一间屋 一块田 一家人 永远快乐地生活 梦里梦到这幅景象 我倒会忍不住笑出来 陪伴你和救你之间 我只能选一个 一直让你担惊受怕 都没有好好爱过你 我是 对不起 我 对不起 对不起 一半是酸 一半是天 在所难免 一半是酸 一半是甜 一半是酸 一半是甜 难眠 怎么了 我 我有事跟你说 你是不是真的能救 小铃铛和莲海瓶 能救 怎么救 我身上有解药 这一切是你们早就计划好的吧 他们中毒也不是偶然 袁春风呢 我不知道啊 那你到底是救不救呢 救 和我成亲 请 你干吗 你不是要成亲吗 成亲就要亲啊 现在让我亲个够 你想着没 我要你今天晚上就跟我拜堂 我要做你名正言顺的妻子 我还要让所有人 都来喝我们的喜酒 你放心 拜过堂 我马上就给他们解药 算可乐 我又要讨好 刚k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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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 给你 你 你 我 你 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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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嗚嗚嗚 呀呀呀呀 以為了錯的那雜 嗚嗚嗚嗚嗚嗚 成為了唐笑話